离以紧张局势升级 23号多方表示担忧状况会进一步的升级 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3号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当前不断升级的离以局势感到震惊 并对黎巴嫩当局报告的大量平民伤亡 表示严重关切 同日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警告称 离以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 不仅对离以临时分界线两侧的居民造成影响 还会波及整个地区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23号称 如果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是以色列试图制造这场更广泛的冲突 同日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谴责以色列的袭击是疯狂的 卡纳尼强烈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立即采取行动制止这些罪行 23号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的袭击 声明称 以色列的野蛮行径犯下了战争罪 哈马斯重申 将与黎巴嫩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 目前的地区局势正在迅速恶化 不可预测性急剧增加 俄罗斯对此表示极为担忧 当天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埃及外交部 土耳其外交部等 也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避免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全面的地区战争